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新亮点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一位很特别的来宾 这位来宾要跟大家分享南岛未来发展 这位特别的来宾就是南岛的大家长林明志林管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南岛的管长林明珍 管长从一年以来证务非常繁忙 但是我们观众朋友对着我们的证 不管是我们这个观众的发展 未来的发展 以及说观众这个人都特别好奇和你想要了解 我们今天就讲对到我们的宪政的十大有感的部分 是我们特别整理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观众朋友感觉说 有些政策是我们感觉说真有感觉 有些政策的我们整理有10点 这10点呢 首先前面几点就是我们的福利的部分 包括老人承车的这个保障的部分 有来提高 以及说 我们未来这个少子化的趋势 所以在这个生育补助的方便也有来提升 然后再来就是重启这个献民的时间 在观众的时间 我们待会就会请观众来跟我们讨论 来跟我们分享 再来就是食物银行的这个拓点 以及深入校园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其实我们目前很少食物银行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再来就是建设 后来就是后面的部分就是建设的部分 包括说道路的整治 以及说我们县内很多的这个特色景点的行销 以及我们的第三个行销 我们都有做一个这个特别的宪政的部分 后来第10点就是说大家都吃去台 就是恐龙公园 以及说我们的沙雕文化节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一直来做一个探讨 阿修先生呢 我们是要来请管长跟我们分享 管长你从一年来 这么样的忙碌的时间 可是还是非常重视情跑基层呢 为什么 因为情跑基层 因为我可以每一天 都几乎 都算不算有三个行销 三个行销 我都利用早上七点半 就处理各行销 了解一些民众的意见 想说了解我们八成要做的 有时候八成卡电话 告诉管长 我这里打一个水高 打一个路没变 水高已经崩起了 很久没做了 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去看 看一看之后 回到办公厅 就是交代主办的 你快去现场邀请 这个业组 和有关专业去费账 需要做的 你快考虑要需要多少经费 我们就马上 可以帮他处理到合作 这都是我们八成期待已久的工作 所以我把他当作 早期站 我们像出的理由一样 真的好 不要把他当作辛苦 这样的话 日复一日 就已经一年时间了 也很失败了 所以管长其实他在从事这个镇长 包括观光局长 以及过来是李贵到现在的管长 管长听说你的幕僚 你有一个座右铭就是把工作当作娱乐 是 因为你把工作当作娱乐 所以跟我刚才说的 出的早期站当作这个理由一样 那个心境完全不一样 不要把我们出的卫民服务 当作感觉很痛苦 感觉真不容易 我们就不要那种心境 你就把娱民服务的工作 当作是自己喜爱的工作 这样的话你做的会很轻松 你也没有压力 你会感到说 哎呀 娱民服务是这么一个好的工作 相信说这个县长在情报基层这些过程当中 有吃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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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我们十三行照片十三兄弟也举办了大概二十八场对不对 这二十八场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或哪一个事件是让我们县长觉得说 要特别印象更沉默的 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在过去县民时间 可以说差不多 差不多十十年都没有办 我上来之后就恢复县民时间 我这些县民时间更加落实 就是都跟县长去 过去都在县政府 像我们的县亲像是在忍耐乡的 像是信誉乡的 这些县民有什么问题要去找管长讲 就要牺牲再过一天的时间 我亲自去的时间 我就节省他们的时间 而且会见的民众会更多 像我当时去到人爱 一天将要四十人来求建 要做工作 所以县民时间所废弃的 要建设地方的工作实在这么多 但是差不多在二十几场的县民时间 累积需要做的工作 大概将近四百多件 四百多件 完成的大概有百分之九十 这么高 所以效率是蛮不错的 去到旗站 有时候看我们的县民 看到管长觉得很开心 好难得 当时在电视台看到你 不然看到你的本人 不知道你本人这么亲切 这么可爱 我听到很舒服 有时候到基层去 来匯荐的大概都是 有需要县政府来协制的 我去旗站 我一定把我们县政府各集处 至少要科长到现场去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林务局的南投林管处 还有我们这个国产署 我们的南投分级 都派一些他们的幕僚 去给他们导写 所以因为很多很多 我们国有土地的问题 很多很多都在林务局的问题 他们当场有这些单位人在那 我们就马上请他帮我们来解决 而且八星都感觉很高兴 是 管长就一直以来 从这个宪明的时间 相信很多的民众 有很多问题都会想 希望我们管府可以 给我们做一个处理和改冠 这个部分的结合也很好 其中就是我们南投官 大部分都是这个 比较乡镇的地方比较多 而且都比较散去 那偏遠散去的话 都有一些比如说医疗的问题 以及说老大人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在社会福利的部分 管长也很重 对 因为现在我们老大人 尤其南投县是人口老化排第二名 全国排第二名 这是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对老人的照顾 我就一直争取他们更多的福利 像我们老大人 有时候在平原地区 要来到都市 想要来南投台中 他们都要乘车 尤其有时候 现在都两个老大人 住在乘客 我们的孩子 和媳妇都在都市 在探钱 所以他们当时要出来 就觉得很不方便 就要坐车 他们都告诉 管长 我们要去台中 你们这次免费乘车 三百块 一车都没了 甚至可以提高 所以我这次就 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就从三百块 把它调高到一千块 我现在就很开心 这老大人的受益 都觉得很开心 我现在可以 一个月可以 出头几遍 有时候这老大人 真的好 因为要让身体健康 要去呼吸一些 更好的空气 大家照照 不如去山林寺 去挾头 或去保你的中台禅室 拜承佛祖 保披身体健康 我感觉老大人可以出力 身体一定好 让他不要说 有时候我们这些老大人 没出外出 在家都没了 都不会想 有时候让他想太多 变成了 犹豫症就不好 所以这部分 我们可以做到真正落实 另外 老大人 我们都要尊敬 要尊敬 尊敬 就是重阳节 重阳节 老人的 慰问菌 礼菌 过去是都 五百块 我现在拿到一千块 这些老大人 也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这个管长 有点照顾我们这些老大人 我那时候在参管长的时候 我有说 六十五岁以上 就要来发一千块 给他们 因为 今年的医生 就是 都在我们 当街 的管长变下来的预算 所以 今年 这些老大人 可以领一千块 我就 从75岁以上 来给他们领一千块 明年 我们就 六十五岁再领 一些老大人 你跟我说 管长你说的 不算话 你跟我说 六十五岁再领 我都 今天没领到 因为我们今年的医生 没有变 所以我就给他们领 明年度 我们就有变 所以明年度 从阳节 你们就领到 老人的 慰问菌 一千块 让你们可以 去加财 去买一些营养的 去保身体 这真正有意思 除了老大人 你跟我 像这个 整队长现在教授法 的这个 孩子的保障 是不是也有做一些 提升 像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人口一直在老化 这些年轻人 大家都 都没想到生小孩 所以我这里 鼓励这些年轻人 结婚之后 赶快鼓励 让他们多生小孩 过去是生小孩 一胎 就补助五千块 我这里提高一倍 就是一万块 第二胎 我们就给他一万五 第三胎 就是两万 我是想说 因为很多 我们这些年轻人 有在反应 管长 一般 我们隔壁的县市 台中市 就三万块 我们隔壁 彰化线也有三万块 我们蓝头线 只有一万块而已 我想想说 虽然 我们输人 不能输人 我们决定 要 我预计 看今年统计 我们一年的生意率 有多少人 我们在财政的息口里面 明年 如果我们预算 能够变下去的话 我想明年 我们要跟鄰近的县市 来更齐 所以我也是说 每年可能 可以来据三万块 不要说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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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现在 现在我们应该去弄转 他的国民 所以我有指法要把它调教 而是说 这个部阻的部分 是算鼓励 不过可能 有更多的人 会觉得说 一个抗予的部分 就是這個托育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我們未來要做的重點 對 所以我現在也一直鼓勵說 因為這些年輕人他們所面臨就是說 因為先生沒有人照顧 所以現在我盡量就在這個學校 做這個小孩 幼伴 小孩子的托手 因為目前很多的鄉鎮都沒有幼稚園 所以我們就在學校裡面 輻射小孩的幼稚園 讓他們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目前陸續都在推展中 對於這個小孩子非常的重視 也是因為縣長自己也是有一個孫子 聽說你都會特別知道孫子去上課 所以這個是大人聽孫子 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我現在每天大概7點10分 就要送我的孫子到藍頭國小去上課 阿公在孫子 騎著要把他帶去學校 感覺很快樂 尤其孫子 他要去入學校就說再見 聽得很溫柔 在這個年輕人的補助也有 在老年人的部分也有 我們知道說在偏遠山區有很多弱勢的朋友 那這個部分也很需要我們來做個關注 請問這個部分我們是否有些愛心送給我們的偏向 對 所以現在我們藍頭縣 我有時候到集成器 看了比較偏遠地區 是一些比較弱勢團體的 還是單親家庭 我去看到有時候去到那個環境 我都覺得如果同樣的 我們如果處在這個環境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樣 所以老大人有時候 沒有人照顧沒有人吃 所以我就指示我們的社會處 我可以當作創一個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 一張的食物件大概是70塊 像你一些單親家庭的小孩子 經濟不真的好 他中午有營養午餐可以吃 晚上的時候就沒有辦法 沒有食物可以吃 我特別要求我們的學校的校長 當然是老師 你對學生一定可以去瞭解他的家境狀況 如果家境不好的話 你們就來申請食物件 每天一次可以大概五六張 就給他 他到晚上的時候 他就可以到西文 還是全家 還有一些我們主定的這些 派出所嗎 也可以 讓他去領這個吃的東西 可以填補他的肚子 所以我們都是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另外老大人也一樣 是 老大人 單親家庭的 還是比較貧困的 我們都可以讓他來領這個食物件 來提供給他們 這個東西 讓他們有吃的東西 特別餓肚子 所以這個我們都做得很落實 像主要現場說到的 這些都是跟民生息息相關 也就是民眾都最關心的問題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問題是 大家很重視也是 很久以來都無法處理的 不過這個部分 管長已經有些 既有的政策 未來要來執行 也就是說 在這個數據的這個期間 民眾 沙石車走上台十六線 造成的民眾 這個困窄的部分 是不是說管長 你對這個問題 也不是說要怎麼來改革 我們縣政府的財政 就是沙石 輸進 是我們縣政府 最大的收入的財源 所以我們 也要很感謝我們水律師 都同意讓我們縣政府來輸進 因為我們縣政府 輸進 政會一年都將近達到 將近十億以上的經費 對我們縣政府的財政收入 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忙 所以在輸進期間 難免的沙石車 在行駛方面 會造成一些 交通安全的問題 噪音的問題 空氣品質的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的要求 這些沙石車 盡量的到市區要減慢 而且噪音盡量的 減低 我們也是一直要來改善 因為跟這個風性期 就是說大概六七月 八月的時候 因為有雨季 雨季來的河床變道 都被水流了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它才會上來做這個省道 所以我們一直在要求 可以說我們在河床變道 可以做得更堅固 做得更有永久性的 所以像目前為止 已經在今到 我們在十一月份 大概就是沙石車 就沒有在做省道了 我們都要求做那個河床變道 所以這個會減少 我們一些交通問題 空氣污染的問題 還有噪音的問題 現在都照這個沙石車轉用道 所以我們盡量說 從那個溢峰 水里鄉的溢峰 就可以直接有一個 非常比較固定安全的 沙石車轉用道 到那個南嶺 到那個珠山的繡產交流道那邊 都不用再走那個省道 另外我們在積極的 一直要把從溢峰 到信義鄉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在做一個比較 長期性的沙石車轉用道 這就不用跑去省道 其實我們縣政府在蘇進 也都有考慮到 要如何回饋我們的鄉鎮 還有我們就是民眾 也會相當的關心 這個本首的處理 像這個本首處理的部分 是不是說 館長也是有一些想法 要跟大家來分享 對 那麼我們南投縣很遺憾 就是沒有混化了 南投縣的勞壽都要仰賴 在其他縣市 來給我們處理 像最近在三四月的時候 我們其他縣市的混化都在稅修 都在修理 要養物 所以燃燒的量就減少 造成南投縣的漏壽危機 在三四月份的時候 在最多要囤積到一萬 將近一千噸 一千噸 一千噸是相當大的一個 一個... 垃圾量 不是一萬噸 不是一千噸 一萬噸的垃圾量 所以那時候 過鄉鎮都有意思說 放到草魚都走出來 都紛紛地 叫館長快處理 索實在我們的宿所無策 也沒辦法 所以就是盡量說 拜託其他的管齊 來給我們處理 在最沒有辦法的時候 折尾到一萬噸 我想我們的環保機長 來給我們說 會館長 等下了 垃圾一萬噸 第三也要控育 抄斷也要控育 保理也要控育 要怎麼樣 我就一直積極找 我們臨近的縣市 來給我們處理 後來 在最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新北市 這個垃圾的焚化爐 我就覺得 要求助 我們的主宿長 來幫我們搗三天 後來我就打電話 拜託主宿長 快點幫我們處理 垃圾的焚化 減輕我們的壓力 我找到了主宿長 主宿長 這個第二天 就馬上給我回電話 因為我從媒體 有看到藍頭線的垃圾危機 那麼好 我們就一個月 幫你們處理三千噸 也就主宿長 講話算話 就不到一個月 三千噸就把我們處理掉 所以我們的垃圾危機 就很快的解除 只要感謝主宿長 對藍頭線 在非常危險 非常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實在 我們藍頭線 應該好好感謝主宿長 這也是跨縣市的協調 除此之外 我們是未來也有想說 接近就是參考以色列的這個 生垃圾的這個處理系統 對 所以我們藍頭線 目前就是沒有混化爐 現在要興建混化爐 要蓋在哪一個地方 大家都一定會反對 一定會反對 不會去同意的 而且會抗爭非常嚴重 所以現在以色列 它一套比較先進的方式 就是用水處理不燃燒 我現在指示我們環保局 針對以色列這個處理方式 我們趕快去研究 如果是可行的話 我們藍頭線 現在設置這個水處理的混化 垃圾的混化的一個處理方式 我想我們願意非常願意的 能夠有這個目標 能夠把它達成解決我們的勒索問題 好 謝謝 謝謝縣長 這個部分其實 不管是怎樣的一個垃圾的處理 一個垃圾的危機 其實大家都要去思考到的 就是說民眾的一個教育 其實除了說我們縣府 縣政非常的努力在處理這一塊 其實民眾也應該要對這個環保 有更好的一個共識 才能夠共創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未來 那這個部分這個階段 我們就先聊到這邊 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還有更精彩 邀請我們縣長來聊聊 對於未來南投縣的觀光發展